看了令人好心痛 而造成这地狱般画面的元凶 竟是嘉义家畜疾病防治所 原本应该帮助这些狗狗的防治所 左用专车将流浪猫狗 送到台南一处私人狗园 但原本只能在20只的车厢 栽埋了69只狗及一只猫 这个子宫它一打开说 里面温度大概50度左右 它一看到的状况是不是全部都 大狗都往生了 然后小狗都已经被打掉了 防治所的人将70只狗猫 栽在这几个小小的笼子里 加上天气炎热 又26只狗狗被闷死车内 一个笼子里面就放几只啊 成群有的15只以上 那还有一只是被咬死的啊 之后又走了5只 奄奄一席的仅存狗狗 干净使用点滴抢救 动物紧急救援小组 认为运送单位明显有疏失 草菅狗命应该严惩 防治所解释是因为空调坏掉 才会造成悲剧 但台南是动保处还是要查 防治所人员是否故意行为 懂新闻爱他请好好照顾他报道